关心疫情消息 日前有民众在云林斗六时获一只死亡的东亚佳福 经过农委会的基因比对之后 证实是和去年首次在台南发现的东亚佳福一样 都染有新型丽莎病毒 由于这新型丽莎病毒和狂犬病病毒 属同一类基因清源 传染方式同样是透过抓伤或是咬伤而感染 避免疫情扩大 台中市东宝处也呼吁民众做到二不一药 不要弃养宠物 不要接触及捕捉野生动物 还有记得带家中的犬猫来施打狂犬病疫苗 让防疫从基本做起 农委会去年10月首次在一只东亚佳福身上 发现全球第一例新型丽莎病毒 时过半年 日前又有为民众在云林斗六捡到一只死亡的东亚佳福 身上同样燃有基因型相似的新型丽莎病毒 担心疫情扩大 台中市东宝处呼吁民众做到二不一药 这个这一属的话是跟我们狂犬病的病毒并不完全都一样 只是同一个家族里面的 但是这部分可能我们在这边也是跟市民宣导 我们的虽然说他们并不是同样的一种病毒 但是对于家中的全貌还是应该要打狂犬病疫苗 因为这个的这部分来讲的话 对狗狗或者是对我们人的安全才有保障 那当然可能对野生动物的部分的话 我们还是要遵循的而不一药的原则 就是说不要接近野生动物 然后也不要气啊 那如果被咬到的话 赶快去看医生 由于性型丽莎病毒跟狂犬病病毒属同一类基因亲缘 传染方式同样是透过抓伤或咬伤而感染 所以民众可能会担心 是否会从新型丽莎病毒感染狂犬病 为此动保处也要民众不用过于恐慌 但是这样的话 当然野生动物影响的可能就是 其他的比如说破伤风啊 或者是类其他的这个部分啊 至于说蝙蝠传染狂犬病 目前来讲这并不会传染狗狗的这种狂犬病 对所以请民众的话 放心不要说看到蝙蝠就很可怕 其实就是我们尽量野生动物还是跟它保持一点距离啦 但是这个发现了蝙蝠病毒跟狂犬病病毒 并不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不会传染 动保处强调尽量避免自身与宠物接触野生动物 尤其是幼欢蝙蝠白鼻心等等 但如果真的不小心被蝙蝠咬伤 也一定要用肥皂集大量清水来清洗伤口15分钟 并且立即就医评估是否需要施打疫苗 就能避免感染机会 有军台中采访报道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